當下學總會有穿著反光背心的導護志工 默默守護學童安全 深耕淡水北海岸地區的紅樹林有線電視 在市議員陳偉潔的媒合下 捐贈了2萬元給三支國小導護志工隊 協助他們添購導護設備 讓志工們在執勤時更安全 為了守護學童的安全同學路 深耕淡水北海岸的有線電視業者 紅樹林有線電視 在市議員陳偉潔的媒合之下 將資源送到三支國小 希望透過為導護志工的設備添購 讓三支國小學童的同學路更安全 而導護志工在執勤工作時 也可以更得心應手示範工背 那事實上我們導護志工的裝備 雖然是有時候都會更新 但是能夠借助一些公益團體的一個贊助 可以讓他們的設備更齊全 然後執行業務的時候能夠更有保障 所以在這邊也謝謝議員的關心 還有我們紅樹林這邊的一個大愛 我們導護志工就跟守護神一樣 然後要當守護神也要有工具 然後我覺得 導護志工一定要有的反光背心 口哨還有雨衣一定會下雨 而且我們三支好像也蠻多雨的 所以我覺得給我們這些守護神一些 好的配備好的工具 我覺得對我們孩童的上學路 會有更安全會更保障 紅樹林有線電視帶來了兩萬元的大支票 要捐贈給三支國小的導護志工 而捐贈的現場也邀請到長期 為三支國小服務的導護志工媽媽來接受捐贈 紅樹林有線電視也期待 透過導護資源設備的挹注 能夠讓志工們執行導護工作時更順手 讓學童的同學路更安全 我們知道說我們導護志工平常都協助學校各項的業務的推動 那有時候還要照顧學生的安全 那也感謝紅樹林有線電視發揮愛心 那也捐贈這樣的一些物品物資給我們學校 那也希望我們這個導護志工 在學校的一個政策推動上 跟照顧我們小朋友可以更加的一個順利 市議員陳偉傑也期待 透過在地企業的資源挹注 能夠補足偏鄉校園資源的不足 也期待在在地企業的帶動之下 能夠有更多的企業團體 一起來關注偏鄉教育資源 不只是讓學生的通學路更安全 也讓學生的學習更加有效率 紀小平和三支採訪報導